此前一直网传的汪小飞大S离婚仪式又有新进展 根据媒体消息,大S已经肃请与汪小飞离婚 目前两人已经正式走到法院肃请离婚的阶段 近日集会对外宣布离婚调查结果 只不过在财产以及家庭关系的处理上还要再进行协商 也有媒体随后扒出 小S本月初曾被问到姐姐的状况 她答道,大S正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 暗指离婚似乎是解脱 大S肃请与汪小飞离婚的消息曝光后 引发不少网友关注 但两人婚遍传闻已久 这次也似乎不在意 此前汪小飞就删掉了大S的一些内容 婆婆张岚还点赞了婚遍的相关评论 可见都有了预兆 当初大S说,第一眼看到汪小飞就知道自己要嫁给她 可是仔细想来,回顾两人各自的情势 以十年婚姻中的多个细节 大S的强势似乎早就为这段婚遍埋下伏笔 大S和汪小飞在安以炫的生日宴上相识 并且一见钟情 根据大S字述 两人第四次见面的时候就结婚了 从初十到结婚 仅仅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速度相当之快 再加上两人还是姐弟恋 所以当时各方都不看好这一对 没想到两人竟也携手走过十年 可是在和汪小飞结婚前 大S也有过极端感情 但无论谈了多久 最后分手都归结于四个字 性格不合 曾经和大S交往的蓝正龙 也提到说大S性格太过强势 和周渔民分手 也是因为双方事业上产生分歧 大S曾在采访中提到过 自己的性格非常值 希望自己花的每一分钱 都是自己赚来的 这就证明了她非常独立 同时也暗暗透露出她不会为了钱 放弃自己的坚持 但其实仔细观察就能发现 大S在婚后改变了很多 剪掉自己留了多年的长发 听从婆婆张岚的建议 为了备孕 改掉了自己多年坚持吃素食的习惯 大S的这些妥协和让步 其实也是为了维系这段婚姻 但说到底 婚姻不过是柴米油盐 除了这些之外 在相处过程中 大S还是透露出克制不下的强势 一档幸福三重奏 让不少网友 直观地感受到了大S和王小飞 相处的各种细节 其中最有名的应该就是大S的剥下论 大S说完之后也引发不少争议 有很多网友都在吐槽大S有公主病 同时心疼王小飞 认为要想成为大S心中的合格丈夫太难 可随后 王小飞就出面 霸气护气 直接回怼王友 他老公愿意给他剥瞎怎么了 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 2018年 大S和王小飞的感情还很不错 尽管在综艺里也有争吵半嘴 甚至大S还很直接地问过 你有没有后悔娶到我 但这不就是婚姻的真实状态吗 可性格上的磨合始终是婚姻里最重要的事情 疫情爆发后 王小飞只能两头跑 远距离的相处 以及单方面的奔赴 似乎也让大S和王小飞之间难以磨合的矛盾升级 近期传出婚变消息的频率尤其高 关于离婚的原因 有网友猜测和王小飞在网上的口无遮拦有关 毕竟提出离婚的是大S 而很不凑巧的是王小飞性格也很火爆 是很典型的北京人 也正因为她的火爆脾气 喝多了之后经常冲动发文 有时候口不择言 甚至还会闹上热搜 清醒之后道歉 也于事无补 可能就是因为次数太多 让大S有些接受不了 王小飞自小就很要强 母亲张兰作为女强人 一言一行对她的影响也是非常深怨 这就导致这婚姻里 王小飞愿意包容大S生活里的小性格 但在一些她认定的原则面前 不愿意妥协 不过除了酒后失言 王小飞还有一次醉酒后和女主播连迈 此前还被拍到在街头搂住美女 姿态非常亲密 作为已婚人士 王小飞的言行举止太过悦举 或许这也是大S下定决心 要离婚的一个原因吧 对于大S来说 她处理感情永远都是干净利落 不会拖泥带水 既然已经请求离婚 而且考虑到财产分割问题 相信大S很难回头 对待前任 她永远都是大大方方 不会避而不贪 但要断就断干净 不过无论后续如何 相信双方都会就此事公开表示 也希望离婚后 无论是王小飞还是大S 都能各自安好吧 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确实如此 能同甘的夫妇很多 能共苦的却不多 现在离婚率越来越高 大家对爱情似乎也并不怎么期待了 王小飞和大S这对恩爱夫妻 这段日子也频频被爆出即将离婚的新闻 11月22日大S王小飞官宣离婚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见钟情步入婚姻殿堂 王小飞是北京人 说着一口地道的北京话 性格也像北方人那么直率坦诚 大S来自台北 心思细腻 对自己严格 对很多事情都很讲究 两人虽然如此不同 但是有时候 命运的安排就是这么神奇 2010年 大S来北京拍戏 当时他已经颇有名气了 在拍戏时 大S不慎伤到了手 但是他一向坚强 并没怎么放在心上 包扎好之后 就和朋友们一起去吃饭了 好巧不巧 他们光临的餐厅 正是王小飞家中的 在这里 王小飞结识了大S 对他心生好感 主动和他搭讪 有了王小飞的加入 饭局上的气氛 一下子更加热烈 大家喝酒 欢笑 好不开心 在那之后 王小飞和大S 互相被对方吸引欣赏 看似不相似的两个人 其实却很互补 王小飞一路走来 都在一个复杂的环境里 虽然生活优越 但是内心却十分孤独 他渴望靠近大S 和他身上的烟火器 而王小飞的善良体贴 也十分符合大S的择偶标准 那次见面 仅二十天之后 大S和王小飞领证 当时他们仅仅见过四次面 四个月后 两人举行了婚礼 彼时两人的脸上 都挂着幸福洋溢的笑容 当时的大S不会想到 未来的他们 也许将要走到离婚的境地 和很多距离较远的情侣一样 大S和王小飞的婚后生活 也并不顺利 大S不适应北京的气候 常常心情低落 工作也没心思 据大S自己所说 有的时候坐在车上 看着北京拥堵的街道 就会十分难过 想念在台北的那些日子 而王小飞和大S性格的差异 也给他们的相处 带来了隔阂 王小飞喜欢热闹 最怕孤单 而大S看起来贴心 会照顾人 其实却喜欢自己待着 王小飞的妈妈 喜欢在家里招待客人 也让大S感到没有隐私空间 很不舒服 看似都是一些小事 放在心里 却会生根发芽 矛盾攒多了 迟早都会爆发 只是时间问题 只是那时的他们 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后来他们搬到台北居住 这样的情况才有所好转 大S一向已对自己很著称 为了怀孕 他放弃了自己多年吃素的习惯 还尝试了很多以前 根本不碰的食物 可能是他的诚意 感动了上天 2014年 大S怀上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生下女儿小月儿之后 大S还不满足 想要再生一个孩子 可是这一次 他面临着极大的风险 生下女儿不到两年 大S又怀上了一个孩子 这时的他已经快要40岁了 属于高龄产妇 生产具有一定的风险 在生儿子的时候 大S一度进入重症监护室抢救 对辛苦得来的一双儿女 夫妻二人都很重视 而在孩子教育的问题上 两人也产生了分歧 汪小飞希望孩子们能去北京读书 可是最终还是被迫向强势的大S低头 让孩子们留在了台北上学 从2015年开始 汪小飞家中的近况就大不如前 张兰女士的翘江南被卖掉 汪小飞自己经营的酒店也生意惨淡 再加上其他因素更是损失惨重 对此虽然没有什么证据 但是好事的媒体还是打出了 大S甩卖两套豪宅 帮助丈夫这样的新闻来博眼球 汪小飞骨子里是传统的男人 看到这种新闻不可能不难受 矛盾攒多了自然就爆发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